這樣看起來哪有45歲 站在Filly、Elly跟Alice旁邊 就是他們的同學 赤多學姐 你要去哪裡 OK 自己退場囉 好 膝蓋很好 對 就像又過45歲生日的小兒子 13號出席義美丹營記者會 整個人狀態好到不像話 而她也提到生日當天 老公訂好餐廳 準備要跟家人一起慶祝 不過禮物的部分 已經警告大家絕對不准送 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討厭別人送我禮物 不管是什麼東西 只要是禮物 I hate I hate 你為什麼是感覺那種很好吃 真的會大發飆 我真的很討厭手上有東西的人 我唯一一個收到的戒指 就是我們結婚的時候 她送了我的那個婚戒 一結完婚之後 我就立刻把它塞進那個保險箱 你覺得把女兒送出去 你會想要把她送出去嗎 我大女兒 因為她其實就是讀雙語辦 所以她接下來人生的路 大學的話 應該就是一定不會是在台灣 因為我跟她就是真的是 她就是我的第一個女兒啊 然後她又很幼稚又很貼心 然後 所以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每次一想 我就會心頭一酸 然後我就會說 媽媽一定要陪你去 我要陪你去一年兩年 可是我就想說不可能啊 因為我又沒辦法放棄我 輝煌的演藝事業 什麼東西 全部的家庭 她目前就是休息還蠻長一段時間的 可是因為我後來又出來主持 然後沒想到主持的節目 又這麼受歡迎 我覺得如果智琳要回歸家庭的話 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她 而且是越快回歸家庭越好 因為她現在的小朋友還很小 這是最需要媽媽的時期 所以我覺得智琳 妳趕快回歸家庭